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年轻人要找样板人物去模仿 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是沉潜内念 不出风头 做着事都低调到1977年 而且他是很精打细算的人 而且他没有仇家 为何他是单身 司机放下地铁站 过海中环 不用塞车 你司机自己走回隧道去 那几时接回我 那类人是能控制到时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学他 我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叫司机车我去地铁站 我坐一个站过海上班 我那时候是这样的 百分之后不是 在隧道另一边 等待發叔就是這樣 你看了等待發叔我就笑了 如果你是何兆老大 就不肯出現等待發叔的兒子 我跟司機很熟,下次有機會見到他 等待發叔,回到立法國 你在船道口,失禮到沒有扶 我們那時候習慣了 我在金鐘上班,那八年 我住九龍,是不是要用這個方法最好 我們年輕人,現在要向然施齊 建然施齊 有什麼好東西,有什麼好東西就要學 好,壞東西都要學 現在不要跟年輕人說這些東西,是賭狗你 不是,他的事,他笨賊 我們那時候不是,我們真的是這樣 現在的年輕人笨賊講爭,不得虛心 這是他的命運 沒辦法 但我們壞東西都會學 怎麼學壞東西呢?就是防身 我學壞東西最多,就是銀行家教我 就是康伯 他說,西站,我們開銀行 如果我不懂老簽手法 沒有認錯銀行 他說,他不是用來騙人,他是防 對,我擺到擂桌 他一定要知道這套東西,然後放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開銀行 用來防身,而不是用來害人 所以你要真是光明欺負這些學 所以我們年輕人… 其實有時候,你說到這個我就有些經驗 有些感觸 這些老人家教我們 他說,你做些事,你覺得你是… 外人看你是很笨賊 其實不是 是吧 你一定要做了笨賊 你知道房子給人找笨賊 所以你要學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會懂 所以我們學很多東西 千門百丈,下午下都會學 古惑仔 有些錢都可以說說 你說甚麼是千門百丈 千門百丈都齊了 那些人都不懂 上八丈、下八丈 真的跟著大老簽學 找一集,或者說兩、三集 就說老簽吧 很精彩 這真是上八丈、下八丈 甚麼是風 很多… 然後我還學了第九丈 第九丈 只要踢到老簽桌 所以為甚麼壞事都要學 那時候的麻雀館 那些人進去懵繩 我們很失碎 我知道 那些人叫老簽 很多 有些人去賺錢 他們就… 打化你走 不會當場踢爆你 年輕人由童軍給你啟蒙 記住日行一線 日行一線 原來你用錢 那些人叫行事 你見到那個香蕉皮在街邊 你踢到一邊 那些人來到陰德 婆婆不會踢到他 你做善事不用說錢 有時候有些事碰頭 明知道有些話 你說出來會破壞 日行一線那四個字 其實是這樣的 很有趣 你可以自己把毛鞋全身都可以 每天做一件好事 希望盡量爭取做一件好事 每天你只顧著一件事 日行一線 每天都想做一件 每天就做一件 或者對人 明明今天和我媽媽要吵架 今天就不吵架 提醒自己一天做一件好事 所以這個影響我們很大 刀刀少老大 怎樣我知道這些歷史 有一個和翁靈文叔 很熟 翁靈文你聽過 是兆山的文膽 他是翁童和的 後人 後人 翁靈文的孫 現在我和翁靈文的孫 是很好的朋友 翁靈文 他經常在一起 他跟隨家傑學拳 拿了冠軍 翁靈文的孫 我和翁靈文的孫 我和翁靈文 是亡年之交 在他身邊聽到 少大人的作風 各方面 他從來有甚麼人說 說他緋聞 他沒有辯論過 你記得嗎 沒有必要 不是不是 又不否認 又不勝不和不敗 又是你說的 那些人就是這樣 那些八卦周刊 或者那些 專門做的 黃色新聞 經常在說 那樣 那樣 又說這女明星 個個都什麼 他要說 你不讓他說 通常他都不賭 但到他後期 做完無線之後 那個影響力很大 因為有傳媒在手 除了電影之外 他為了香港這個傳媒事業 可以站在一個 怎樣的位置的立場 而是得到 每一任的廣督來 都要拜佑他 都要聘請他 後來就封著著事 跟他轉了入無線有關 有時候你知道 你要叫他做無線新的事業 真的要投資很多錢 真的要博客 又是跟余家有關 余經威 對,余經威有關 一世間很奇怪 余經威是余東船的後人嗎 擺媽笑腦打個照 余東船的後人 年輕人很英俊 很聰明 你年輕也英俊 沒有,我們很愛 但這些人物 例如我們從小 雖然我早上有兩個前 但日本人打仗就散了 但到你出生時 你遇到的人 即使你認識江湖大哥 江湖大哥也有些很操守 江湖大哥比普通人還嚴格 其實我們那一代人 或是你那一代人 那時候的孤華仔 所謂的唐歐大哥 很有操守 起碼是對家人、對兄弟 有個底線 有個底線 不像現在的 孝慶食弟 穿紅鞋 飆蟲柴齊齊齊 但如果說這些術語都可以 很多人都不懂為何解釋 一篇再篇 一篇再篇 即使是名門正派 也有很多這些契機 標蟲齊 穿紅鞋吃甲棍 敲興食弟 這些就是當時的江湖術語 反問你江湖中人不做這些 那時候我們認識很多大哥 是很有文怒的 很堅持 所以這個世界是改變了 很難看別人的身家 你去尊敬人 等現在你回歸後 突然搞了一堆 妖氣衝天的人物 我們這段看了多少曲 梁振英現在慘了 要靠在Facebook打飛機 在Facebook發表網誌 來評論時事 是吧 為何會壞到這麼貼地 這個人我都不明白 這個人很古怪 我跟他沒有過節 我跟他也沒有過節 但他很古怪有一種邪氣 他搞得有人討厭他 他是陳子坤 我一個好朋友 大律師過身 大律師 在2014年帶他回中國 有那個中秋節、中元節的照片 趙老大這些人物 我們那一代的人就是學習的榜樣 就是有這個社會的心 陳子坤 就是帶梁振英 最黑西裝的陳子坤 就是帶梁振英回中國 見人的第一個人 現在我們的電視畫面 就是右手邊 頭髮八八 很高大那個 是一位女士站在他旁邊的 這個就是陳子坤 我旁邊那個 你見不見有一次中元住 類似這些聚會 在倫敦還是甚麼 我都坐在他旁邊 你那次請我去 有一次 我旁邊那個副警務署長 另外這個 你別說你旁邊 總之中間那個 最矮小的那個 穿白色西裝 那個就是郭兆明 我們很好眼 雖然老花 寧遠都看到 這個型 八個都在這裏 葦基順 葦基順也在這裏 趙老大影響我們 這麼深厚 變成我們做這些提倡校 這個就是中元節祝福 提倡校道 這個其實是博士連年都搞的 連年都搞的 我們當時做議員的時候 他每年都給我15位齋驗 我 那我就招呼老人家 當然記得了 大哥 二年都有 請你 我們仇人恩惠永遠都記得 不是恩惠 15位就讓我們地區上的長者 去食齋 我最記得的 我們放齋 你忍不住我心口 三兩皮就要拍完什麼 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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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我也記得 為什麼不記得 我們很樂意去做這些事 那個是很開心的事 是的 這個就是邵老大影響我們 做善事 他真是 日行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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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後期過了生之後 他小弟 承諾基金 到現在都知道 那個叫東方諾貝獎 邵逸夫獎 是嗎 邵逸夫獎 他就是每年選一些有成就的學者 獎金不少 一個都攀得 他那個是各個層面都有 科學方面比較多 邵逸夫獎 很出名 每年班一次 說到他那個練功 和我那個派的功 傳回來 就知道他原來練我派的功 影響了這麼長壽 其中有一個長壽的原因 還有很多其他事 還有一件事,他也打了 他也打了 打了 打了之後 阿丁也很教他 我其中一個師傅 經過香港的人 請了教他 有一年到後期 我跟他有一次最比較親近 正式坐在桌子裡吃飯 就是他去深圳南山 蛇口那邊 就想做一個邵氏影城 在那裏開 給他地方 在深圳邀請他去的 有一個區委書記 余德凱 現在余德凱死了 後來余德凱自己本恩出事 就請我回去 跟邵氏夫 到邵氏打在那裏 他坐在你隔壁的一個位置 方日華兩位 我很留心他那個呼吸 因為是行家 看他走的那套戲 走得好穩 所以他打坐打得好 那時候過百歲還沒 九十多 九十多 在深圳南山和桌子吃飯 我特別留心他 但我沒有說同伴 我們是不攀拳 即是大家原來是同伴 即是跟一個人學過東西 但看到他那個調色方面 是很穩的 如果他怎樣說 我相信他都有很多白寶 如果是邵氏的孫 到他晚年 我再有一次 見他出席一個那些 他每年都出席小美大會 那麼多久 到他下半 腳一躍 他開始 大哥 一百零幾歲 有些六十多歲 就算去到八十多 已經不同了 如果九十歲 那些人還很精神獲利 那些人 已經是很奇人 你知道嗎 他一百零七歲 等於是一百零六歲 在我們清朝裡還有一百零七八歲 少 尤其是現代社會 一百零七八十 正題是聖士犬位 這麼多 他接著遊期 近盟便通常 肥不時 少 千金難買老婆 老子狗 你老時候胖 但如果他那時候 還沒有我種產品出來 如果當時 他見到他時,如果有我瑞士的產品 他會多多十八 他這些是屬於很少數人稅 大佬,你買你106、07 這還不是人稅? 1907年出生,是吧? 2014年過世 最難得是他真的成就了一個行業 在香港 你剛才說的時候,夫長 你的獎金是100萬美金 是的 主要是科學,數學、天文學、生物科學 有幾個範疇 我記得他連電視也有播放 所有大學都有邵日夫樓 在中國很多大學都有 中大那間日夫書院,華東 在中國很多很多他做教授 我們這集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這一集是日行一善 說日行一善,他就想起 他啟蒙的趙逸夫 你正邪也有受人影響 所以我也是受正邪之間的影響 好,再見 拜拜